而为了提升花莲县的蓄产业竞争力 花莲县政府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特别与花莲县花冬养鸡协会 寿风箱农会合作 在13日上午 寿风箱农会举办了 花莲县有机蓄木联合产销研讨会 期盼能够借此呢 能够帮助这个蓄木小农突破瓶颈 加入有机蓄产的行列 为了使花莲县蓄产小农能突破瓶颈 增加竞争力 除了增加少农收入 促进产业升级 活化农村发展再生 同时增加本县有机产品选择 花莲县府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特别与花莲县花冬养鸡协会 寿风箱农会合作 13日在寿风箱农会 举办花莲县有机蓄木联合产销研讨会 邀请花莲县花冬养鸡协会 台大动物科学技术学系教授林美峰 和大安日照开市农场厂长刘舒逸等讲师协助指导 我们花莲有很多有机农场 那其实有机农场 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的有机蓄木场 做一个结合 做成一个有机循环农业的一个体系 那像今天大家应该有看新闻 很多可能大家在反对蓄木业 可是其实蓄木业不一定是对环境有害的 蓄木业也可以对环境非常的友善 那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循环农业的一部分 那我们的有机蓄木业跟我们有机农业结合在一起 其实才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农业的体系 主要是想要结合这个花莲地区的有机的作物的生产者 跟这个想要饲养有机机的农民 一起来发展地方上的一个特色产业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农木循环 然后希望能够没有废弃物的生产 叫无非生产 这个大概整个世界上的趋势 那如果说我们在地生产的这个饲料原料 跟在地的这个有机机的饲养业者 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想我们不只是成本会降低 那也可以创造出我们地方很大的特色产业 产业特色 近30位的相关畜牧业者踊跃参加 透过分享发问回答的方式 希望透过联合生产模式探讨 及有机畜牧技术与法规等课程 让在地蓄产小农了解核胃有机 并增广有机蓄产的相关知识及资讯 降低或减少入门的困难及风险 弥平或解除相关环境污染的疑虑 使花联有机政策得以持续推广 永续经营友善环境 记者长邦彦收封章报导